声音就和外貌穿着打扮一样,决定别人对您的最初印象。 50家学院特别邀请到配音女神王瑞琴老师,来教大家提升声音魅力的技巧。 更难得的是,还会带领大家进录音室实战录音,留给自己一个深刻美好的回忆。 想了解更多声音表达工作方相关资讯,请点击资讯栏连结。 50家学院声音表达工作方,让你运用好声音,让家庭事业人际更得意。 50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让50家Talk陪你,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50家Talk,我是本集节目主持人,50家主编陈婉欣。 今天的来宾我们邀请到赖婷婷Tracy,领导力教练,和我们聊聊50后的工作。 请Tracy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racy。 Tracy她是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企业的教练,她辅导过很多知名的企业,包括说鲜乳房,卡玛咖啡等等。 那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看过这么多的高阶经营人,或者是职场工作者,可不可以请Tracy先跟我们谈一谈说,你觉得工作有可能让我们快乐吗? 哦,绝对可以,绝对可以。我自己现在对我人生的工作结合生活的满意度是极高的,就除了我体重过重之外,我几乎可以给自己打9或9.5分,那我还是非常的active的在工作上,然后我也认识非常多的朋友们,他们也都是就是说,有办法在工作上找到真的符合自己兴趣或能力的一项主要的工作, 然后一样活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快乐。 嗯,那可不可以请Tracy先跟我们谈一下说你自己的职业转换,因为我知道说你自己也是大概50家这个族群嘛,那很多人以前会觉得说,好像50后我们其实不用再讨论工作这件事情了,因为50后大概就是开始准备规划退休的年纪了,职业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了,但是Tracy你自己是觉得说,好像职业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 甚至说我们以后可能不用把退休当成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完全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比较流行,而且不是这几年是已经流行好一阵子了,好多年了,对吗? 就是所谓的退而不休,然后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自己很喜欢的工作,事实上我觉得没有退休这件事情欸,就是说你会重新调配你的时间组合,但是它真的是个你能够把工作跟生活揉在一起的一件事情,就不会有退休这个东西,我觉得。 嗯,那就是你自己的质押转换,上半场跟下半场有什么不一样? 上半场就是我觉得比较头脑不清楚啊,就是说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怎么讲,去思考说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所以就会玩着别人为我设计的游戏规则,没有太多的思索,就会觉得说,好像年轻就应该,你知道努力的在企业里面爬,然后爬到高位啊,然后赚很多的钱啊,好像这样子 才是所谓的,所谓上中流砥柱这样子,所以人生上半场,我觉得我做决策的这个主要评估标准是,我能做吗?我应该做些什么?要负责任这样子,那人生下半场也不是我突然觉得可以,人生也不用负责任的,不是这样,但是我好像觉得说,我过去的确也得到了一些还不错的职位,也赚到了一些还不错的薪水,可是好像就是不快乐 就每天都觉得,天哪,就是每天都不是很开心,很累,有点太操劳这样子,所以人生下半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啊,还有学习之后,我就觉得说,好,那我知道,我人生下半场,我为自己定向说,我想要以我想要出发 我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想要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什么样的元素进来,我要拿回这个人生的主导权就对了啦,所以人生下半场,我就为自己定掉 我想要出发,然后体验本身就是我的人生目的,之前我可能觉得我人生目的可能是要有成就感,那人生下半场,我就觉得说,好,那我人生目的就是体验 没做过的事情,我大概就是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想要试试看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觉得至今为止的工作经历最不快乐跟最快乐分别是在什么样的时刻 我觉得人生上半场的话,每一个工作都很挑战 好,那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人生第一次当总经理的时候 那时候是2008年 大家不知道那个时间开始工作了没有,这样子 2008年是金融海啸 那我是人生第一次当总经理,可想而知是非常的在乎结果的嘛 我那时候是在一家猎人头公司工作,做台湾的总经理 我想说,蛤,那这个时候市场上都没有人在做hiring好吗 我又不可能,我不想要公司砸在我的手上这样子 所以我就压力很大,而且是一件外商 我下面有十几个国际的团队成员 所以压力蛮大的,对 然后我就是要很想方设法嘛 就很快速的调整我公司的主要产品 从hiring改成firing 压力很大,但是也因此就活下来了嘛 那时候我们集团有十几个国家有分公司 我还成为为二,业绩不降反升的一个国家就对了 所以是那时候就压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也学到非常非常多东西啦 然后第二个也蛮痛苦的时候是那时候我在哪里 我在副井数的时候 因为公司的现金流严重不足 所以也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一直去启动募资 然后有时候钱就是该打进来的时候没打进来 那时候那个焦躁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again就是过去我觉得所有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走 那时候的任何经历现在看起来都是养分 所以使我现在在面对各种疑难杂症的时候 其实都有蛮多资讯或资料可以去协助到他人这样子 所以可以说确实你的工作有非常大一部分是在处理跟人有关的事情 就都是,是跟人是脱不了干系 因为事实是透过人去解决的嘛 这个其实就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50家曾经在Facebook上面询问大家说 职场上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觉得说你很想退休 然后那个答案我们就发现 它好像都跟工作内容本身没有相关 大家其实不是不喜欢自己在做的工作的内容 大家是觉得职场上的环境有一些问题 我来念一下那个大家的留言 包括说身边有阿谀奉承名争暗斗的小人 无能又招不到重点的主管 甚至是受到同事的言语霸凌 还有工作量跟升迁机会的分配不公 那可不可以行 Chessie你自己辅导过这么多企业 你觉得这些人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呢 或者是说怎么去跟他与之和平共存 我觉得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所有的东西就不脱人性 我们要先对人性这件事情有研究或者是有理解 并且接受它 那所谓的人性是什么 比如说好异物老是人性 屈吉避凶是人性 人不畏己天出地面是人性 所以自私很正常不用想太多 对所以我说你要怎么看待人的议题 我的第一个觉得要看待的的提醒就是 期待值的建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自己期待值要建的是正确的 我们不要有那个幻觉 觉得职场是个乌托邦 然后那个人的议题是没有的 我觉得你要先把期待值建立说 其实这些很多人的行为是 他们为了求存 就会有一些行为呈现出来 只是他们选择求存的行为呈现 跟我们求存的行为呈现 不一样而已 但是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在观念的部分是要先去理解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不要有幻觉 不要见了错误的期待值 至于怎么面对呢 我觉得就是心是别人强啦 就是说 坦白说嘛 就是你要把你就是可以很帅气的 很潇洒的 如果你他需要你 比你需要他多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很帅气很潇洒嘛 你就可以自在做自己 你是开条件的人 可是如果今天是 比如说你需要这份薪水 比对方需要你多 那你只能在这样子的职场里面去求存嘛 对吧 那怎么求存 我觉得看待人的议题是这样子 就是想一下说 我可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得到的礼物是什么 因为我都相信说 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 都是为我们未来日后在做准备 他可能是要锻炼我们一些心法或者是技巧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能够从一些很不善 比如说很没有道理的 就是很不合逻辑的人 很情绪化的人 你能够知道怎么跟情绪化的人对话的话 那这样子有一天 比如说你离开这间公司 或甚至是不用工作了 回到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 难道我们身边就没有很情绪化的亲戚长辈吗 你可以把这个技巧用在你身上 完全就是 所以其实我真心觉得说 不用把职场跟生活分开 是因为很多技巧它其实是通用的 那就想说 好啦从这些负面事件里面 我可以拿走什么学习或拿走什么礼物 然后以后都是对我自己有帮助的 我是这样去想的 它是一种心态的转换 是是是 心态的选择 那今天假设一个情境题好了 假设我们真的遇到说 你在职场上就是同事就是很情绪化 或者是说主管就真的对你言语霸凌的话 这个情境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 你在整天承受别人的负面情绪 怎么面对他人的负面情绪的时候 是不是 我第二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做法 就是说要能够去区分反应或者是回应 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个需求 然后你就死不看见他 就是死死要视而不见 漠视他的话 他会用更激烈的口气或者是方式来让你看见 那我觉得职场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这里有一个简化版的冰山理论 就是说第一层是行为嘛 然后行为之下会有一些情绪 情绪之下是观点 就是你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情绪 通常是你底层有一些信念系统在 在作祟这样子嘛 在影响着 然后信念系统底下一层就是需求 好来了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反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的行为 或看到别人的情绪 我就不加思索的自动化的就处理下去 或反应回去 这是反应 可是如果我愿意停个人 三秒钟或三十秒钟或三分钟 去想一下说 他现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的情绪 或产生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底层 他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要被看见 或是底层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想要被满足 如果你愿意不是反应 而是有意识的去选择 怎么样回应他的观点 或回应他的需求的话 我就会觉得在职场上 大家也都是来零份薪水的 不会刻意跟你坐对那么久 如果一次两次三次 他看见你是很愿意去选择 回应他的观点与需求的话 我觉得会 这个叫有来有往嘛 他就也会愿意这样的回应你 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不愿意回应的 大部分人就是会反应这样 刚刚Tracy有讲到说 职场上我们要认清什么叫人性 人性就是会自私嘛 比如说他就是 你跟他是不同的部门 那你们的利益是冲突的 对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看到他这个负面情绪下面的底层逻辑 就是他的利益跟你的利益冲突 然后他要顾他的利益 这时你要怎么办 因为我常常做人家的教练嘛 对不对 我也很多时候有人会提出类似的事件 来跟我讨论这样 那我都常常去邀请他们去看见的观点是 你愿不愿意选择成为那个 不是讲你的我的 而是讲我们的 我们是同一个公司 真的就是同一个公司 因为这就是最大公约数 因为最终如果公司垮了 你部门或我不门再好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公司是个资源有限的地方 所以怎么样在有限的资源下去达到公司要的目标 这是最终的 所以我常邀请他们去看 就说即便你眼前会觉得好像自己委屈 或者是好像要退后一步 但是事实上不要看眼前 时间稍微拉长或拉远一点的话 如果我满足了跨部门的需求 然后他就心情比较舒爽 然后他也愿意配合我 最终我们就会实现公司要的目标 公司要的目标实现了之后 你知道我还是有好处的嘛 所谓的好处 扩大扩拉远一点 不要纠结于眼前的是非对错或真输赢这样子 你最终还是会因为公司的受益而受益 是的 刚刚婷婷也提到一个还蛮特别的经历 是说你那时候在猎头公司 因为整个经济情势的关系 所以你有一阵子的工作是一直来值钱别人 对不对 那阵子应该承受了很多别人的负面情绪 是啊是啊 蛮多的 可是这就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生意做 就是因为很多的企业 不管是主管或是HR 他们自己可能说不想要 或是不擅长处理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会想要委外嘛 由第三方专业的来处理这样 这个过程 那比如说可能今天在跟那些人谈的时候 他可能会哭啊 或者会生气 会对你拍桌子 你当下是怎么去处理这种 排山倒海而来的 强烈的情绪 我必须说 我觉得有一部电影叫什么 行男飞行日记 他在做跟你一样的工作 真的 我那时候看到 我就连续看两三次 我觉得说天哪 终于有人派出我们的心路历程 我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坦白说也是不是很擅长 没有人天生就会擅长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第一次面对到 这么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是 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或是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还是会有一点点 你知道自我鞭打觉得说 我应该要更小心的 或是我口气应该更怎么样 可是后来渐渐的处理 越来越多了之后 我就发现 就还是要练习课题分离 就是去理解更大的 那个目的是什么 公司毕竟是隶属于经济部 而不是社会局 所以公司要生存 他会做出对公司生存下来 最应该或最有利的决定 然后呢 第二个是回到这个人身上 就是如果这个人从头到尾 都是个人才的话 其实公司无论如何 大概不会放这个人走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因为所以 他是属于那种 倒数的10%或20%的人 导致于这一次 在公司比较困难的时候 就要请他走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 当头棒合的学习 就让他知道说 所以如果他想要在职场上 继续维持竞争力的话 他得做一些调整 不然这不会是第一次 得备之前 还有可能发生第二次或第三次呢 这样子 所以我就渐渐去懂得 看见这样子决策后面的一些 生成原因 以及课题分离 就是说 这是被之前对象的课题 那当然我有我的学习 可是我不要过度的 把所有人的这个叫课题 全部都扛到我的身上来 这样一路面捆 就课题分离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 你有你的功课 我有我的功课 是 我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 还能够 维持自信 维持专业 那你如何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得到你应该要学到的东西 使你下一个工作 能够更发光发热 我觉得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课题 要去学习 那像确实你自己在职场上 曾经有那种 情绪非常强烈 因为比如说冲突 或者是说一个意外 等等的原因 情绪非常强烈的时刻吗 有 有 我脾气其实蛮暴躁的 真的啊 看不出来 而且 真的吗 而且我声音很大 然后我是个极度目标导向的人 我为什么能够在 好像32还是33岁 就做总经理 然后就一路 做总经理下来 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我 以前我有个外号 叫做那个推土机 就是公司给我一个任务 我就撵过去 我没有在管其他人的声音的 所以我以前还蛮可怕的 可是后来就是 为什么我终于决定做一些改变 就是会很累 因为我情绪 那个high low 就起伏很明显 然后就会觉得说 同样是能够达标 难道不能有 不一样的达标方式吗 难道每次达标都得 让我自己这么累 且让我身边的人 这么的 你说受伤 或者是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吗 我好像觉得可能年纪到了吧 就觉得说 好那我要换一种方式 那也是启动 我开始去学习教练的一个底层原因 就是说 不是一定要给解法 而是透过提问 就能够使对方更加的拥有 他的目标 或拥有他的行动计划 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就开始一头栽入 这个教练的世界这样子 所以你后来处理 这些情绪的方法 可以说是 就是透过大量的学习跟练习嘛 就是去发现说 好如果我现在不要情绪 因为最终我觉得有个很现实的事情 就是我可以邀请你们都去思考一下 当你比较大声的去表达你的立场的时候 你真心觉得你讲出来的话 是对情境有帮助 还是其实你只是想要宣泄你的情绪 那事实上宣泄情绪 不会使你更靠近你想要的目标 我后来想通了这一点 我只是想骂人而已 那没有用嘛 那对方他会感觉到你只是在宣泄而已 不是真的为了我们好 他也不会配合 我后来想通 彻底想通这一点 所以就好像就比较不会那么的 肆无忌惮的发脾气 那如果是别人带给你的低潮呢 比如说别人说什么让你难过的话 让你失望的事情 让我失望 我就说我后来当我很了解自己的能力 跟自己的想要什么之后 我比较不那么容易受到他人的左右了 那个频率真的是火速下降 就是大部分人现在跟我互动人大概都知道说 因为我是个很当下的人 我的情绪反应是会跟着很投入的对话 可是一离开那个场域 就是那课题分离做得很彻底 就是一离开那个场域 那个能量场之后 事实上我都不会带着 我很少会因为思考某些一提到 睡不着觉这样 几乎都不会 所以你下班真的就可以把 在工作的事情留在那个上班的场域 不会带回家 完全可以 现在特别是这几年啦 之前比较难 经过课题分离的练习之后 对 还有就是各种学习 那确实想要请教你的是说 我们的读者也提到说 他除了在职场上遇到一些人的课题之外 到这个年纪还会有一个问题 是说他觉得好像身边的同事都比自己年轻 但是很尴尬的是 有些人直接还高于自己 就会觉得说 我还是早点退休好了 我不想再跟年轻的同事竞争了 那在这个职场上 其实现在可能很多个不同世代 共识它已经是一个常态嘛 那主管同事并年轻 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确信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说台湾现在已经有超过六成的企业 是四代同堂 然后有超过三十%的企业 是五代同堂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有六七十岁的创办人 然后十九岁的工读生 好可怕 可是听起来还蛮多企业是这样 对吧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 试变力 就适应变化的能力 已经不再是个nice to have 而是个must have的能力 我觉得 所以我真心觉得那个试变力 是我们都要去想办法磨练自己的 因为这真的不是只是工作上会遇到的事情 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会上游老嘛 上游父母 他们就上一辈的 然后下游小孩子 然后平行的各种叔叔伯伯阿姨这样子 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跨世代的世界嘛 就像我一开始一直说的 就是人生跟工作 它不是两件事 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在职场上 你知道怎么去讲话 让比较年轻的世代愿意买单 这样子的技巧 回来用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 或者是我们的晚辈身上 事实上也是非常受用的 所以如果说有两个 我觉得必备的能力 就是试变力 适应变化能力 因为公司的老板不是笨蛋 他们不会那么无聊 一天到晚没事做就要变 一定是因为他们嗅到了某些资讯 或者他们资源的调整 导致于他们不得不改变 才能够活下去嘛 那我们也是啊 如果老板变我们都不变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会被甩出去嘛 这样就不适合在这间公司 所以第一个是试变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 真的是沟通能力 那现在的沟通 跟我们以前 我那个年代不一样 以前是就是 我说的算这样 就是我们说 那你就要照听 可是现在没有这回事 现在AI那么方便 他们很多答案都可以从 网络上找到 所以他从你口中要的 可能不是答案这件事情 他们更要的是那种 讨论或思辨 或互相尊重的这个过程 这才是我们能够 创造出来的价值 所以不要再给自己那种压力 觉得说 好像我就一定要给 有所有的答案 也不是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两个能力 在现在以及未来的社会中 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就是给大家 在职场上 跨世代沟通的一个建议 其实是说 你不一定要因为 你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人 就一定要扮演 那个提供答案的角色 对 大家期待的可能是一个 比较平等的 尊重的 一起讨论出结果 伙伴的 对 伙伴的 就是我觉得有个叫做 共创共荣的关系 共创就是真的是 共创结果跟共创solution 然后共荣是 我也听过 有一些比较 传统的长辈好了 你知道吗 就是犯错都是 小 就是都是小朋友的错 下面人出来扛 对 下面人出来扛 然后有荣耀的时候 都是你站出来 站出来享受掌声 我觉得现在没有这种事情 现在大家不吃这一套了 大家不吃这一套 你要懂得 做球给下面的人 发光发热 然后他们就会愿意跟着你 所以我觉得 真的不太一样 共创共荣 我自己觉得蛮 也提醒我自己 很多这样 那读者留言提到说 主管比自己年轻 这件事情 要怎么去处理 或是说心态上 怎么去调试面对 这个我自己都遇到过啊 怎么调试面对 我想一下 我之前是怎么面对 因为我现在年纪大 所以很多时候 的确我是那个比较大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怎么面对的啊 我觉得还是 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 目标导向 所以我比较在乎的都是 现在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嘛 那我比较能够放下说 这个解法是由我 生出来的 还是由对方这个 年纪比我小的人 生出来的 我好像不太会去想 这些东西 就是谁的 解决有效 就来嘛 我们就采取 所以我不太会 因为对方的什么 抬头不抬头 就去低估了 他所提出来的方法的 可能有效的程度 这样 我好像不太会 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是提醒 其他人的话 就会是说 把抬头放下 把你的我的放下 就是一直以 我们的 还有以 就是说 怎么有效 怎么来 去想事情 跟做事情 不要 大陆那些 我想讲是那种 他们就说 你别太把自己 当回事了 就是说 哎呀 重点是结果啦 不用过度 被那些 很虚幻的绑住 其实就是说 职场它是一个 大家来做事的地方嘛 所以你其实 不需要参加 这么多情绪 或者是说 可能对于头衔 对于年纪的介意 事情可以顺利进行 就很好了 真的 我真心觉得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受人尊重 人必自重 而人重之啦 就是说 你能够带领 这一帮伙伴 创造出结果 然后你可以 给他们空间 给他们开放 他们自然而然 会想要跟你一起 成就一些事情 然后你只想要 成就自己的光环 人家也读得出来 就没有人想要 跟你靠近 那在职场上 没有人想跟你靠近 一个人能够完成 事情是很有限的啦 我记得 崔小杨在书里面提到说 你遇过一个 非常聪明的主管 但是他常常觉得 跟他一起工作人 都是笨蛋 然后你觉得说 对你是很聪明 但是大家都是笨蛋 那你又能自己 完成什么呢 真的啊 完全就是这样 那个真的超聪明 白了 我也常常遇到 这种很多聪明的人 可是我真的看 活生生的 就看到两种不同的 带团队的方式 一种就是这种 你们都是笨蛋 然后一些都是要我来 那你刚好都不用睡 就所有的人的各种东西 都要你看过之后 才能够往外交 你又一边嫌弃 心情不好 一边又要做很多事情 就真的是 心情更加不好 而且也很累 然后另外有一种是 很聪明 然后他们也很懂得授权 因为他们已经 更早的去意识到说 不授权 成就不了更大的局 所以他们就会去授权 然后去想办法 这个叫磨练自己的 所谓的沟通技巧 或者是授权技巧 我觉得头几年 你刚开始在进行这样的 不同方法的时候 看不出差别 可是随着时间的堆叠 差异会越来越巨大 这就是说 职场上也有一些事情 是复利累积的结果吗 对 谢谢你带导 就回到 缺席他的第一本书 叫做复利领导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 你的日常工作当中 你要每天 都去做一些对的事情 那时间久了 这个过程 因为你一直一直的累积 他就会看到结果 是是是 就会有他的力量 刚刚讲到的是说 要做对的事情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说 其实我们在职场上 工作的疲劳跟压力 好像也是有负利效应 也是会累积的 可不可以请 缺席跟我们谈一谈 因为其实很多 50后的读者都提到说 很想退休的原因 是因为当你在职场上 已经工作二三十年了 那个压力真的会让你觉得说 我想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想要活得不是那么累 我不一定是讨厌我工作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疲惫 我已经承受不了了 那缺席会给他们 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其实你也有讲到 就是说真的要搞清楚 自己要什么 以我自己举例就是 人生上半场 我自己都没有花精神 我不够负责任的去 找出我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我就玩着别人的目标 玩着别人的游戏规则 然后又不敢不愿 就会很容易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身体累 是心累 心累就是你 你一个礼拜按再多次磨 都消化不了的那种累感 那种疲累感 比如说以我现在的例子来讲的话 我每天还是真的是 工作十几个小时 可是就是很亢奋 就是因为我做的是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先盘点 我自己的能力是什么 然后我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就朝着那边去 因为是你自己 为自己决定的人生目标跟方向 你的那种甘愿 就会比较容易冒出来 我如果再做一个区分的话 就是你要能够为自己做张力 而不只是承担压力 什么意思呢 你看压力就是 我用那个什么 鸡蛋做比喻 鸡蛋如果压力是从外耳内的话 那个鸡蛋就破掉 对吧 然后就变成一个我们的菜 就变成荷包蛋 或是某个蛋 某个菜肴这样子 可是如果鸡蛋的那个压力 是从内而外的话 你可以去想象 就会有一只小鸡浮出来 它就变成一个生命 对吧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样意思的 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为自己决定 我想要为自己人生 创造什么之后 你就会觉得 同样那个能量 会是从你自己身体 怎么讲 散发出来的 就不会一直是 外界给你的压力 别人push你要做什么事情 跟你自己想要追求 去做什么事情 就会决定是压力 还是张力 那通常我们在压力情况之下 就会想要拖延啊 想要逃避啊 想要摆烂啊 这样 可是如果你是张力状态 你怎么觉得 就是说即便身体很累 可是你还是会很想要 我再多写一句话就好了 或是我再多 你在问那件事 你多做一个动作就好 你就会很有那种动能 差别是说你觉得 你是在完成别人的目标 还是完成自己的目标 对 对对对 所以真的不能偷懒 就是真的要 下定决心为自己 帮自己做一个盘点 那 JC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到底要怎么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会说 我现在就是不想工作 我想要退休 然后我要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在仔细追究说 那所以你想做的事情 是什么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答不出来的 可能大家会说 我就去旅游 我去游山玩水 我书上有一个叫做 自我探索地图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我还蛮建议 就照着那个地图 总共有12个步骤 就照着它执行完一遍 那这个就会是一个 看图索引的概念 就照着它执行 那但是在现在反弹的时候 我倒是可以想讲一个 观念或是做法 是生意是一个日本的词 它的意思就是 找到你的使命 它说你要找到你自己 天生喜欢什么 你擅长什么 这世界会付钱给你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说 你觉得这是你的使命感的事情 就是它会有四个圆圈 可是我觉得这四个圆圈 它不会是同等大小的 其中有一个圆圈 应该要比另外三个圆圈 稍微大一点 这是我自己认为 然后就是能力的这个圆圈 因为比如说 我想做事情有18样好了 可是可能18样里面 还是有两三件 我相对来讲是有办法 比较做得好的 那那个我就觉得 可以去放大它这样子 因为毕竟 我觉得老了之后的生活啊 快乐满足精彩成就感 都还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做着一个 你不够擅长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你那种完整的满足感 还是会比较降低一些些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去盘点出来说 你天生拥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设计 然后你后天 你整个人生经历 好几十年下来 你做什么可能会非常的 如鱼得水 就是你左手做 可能都比人家两手做 做得还好这样子 你把那些那几件事情盘点出来 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什么 交集吗 对对对对 看有什么交集 是可以做下去的这样子 那我想举我自己做例子 我因为我很年轻 就当主管职 然后我透过我的嘴 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当我那时候 想要做职场转弯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真的是受够了那种 公司里面的这种 这个叫斗争嘛 我真的是受够了 回到第一题很多人的问题 对 然后我想说 好那怎么办 我要转弯的话 我又受够了这些 我就先列出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 我不想要compromise 我不想要妥协 我的物质生活 但是我想要拥有 时间的自由度 然后我擅长什么呢 我好像还蛮擅长讲话的 这样子沟通的 那我就要想 我就要去一直去想 那有什么工作 是会用到这几个东西 可以给我时间与金钱的自由 然后又可以让我 就是一直讲话 又可以赚到钱 所以后来我才会盘出来 可能是有顾问啊 教练啊 讲师这样的工作 是适合我的 可是我不会只靠这个 我就可以做得很好 我还需要什么呢 我也是去盘出来 你要补足一些能力 是的 我就想 我的聆听能力 普通 就不太爱听人家讲话 比较喜欢讲就对了 所以我后来就 花了很大的精神 去想办法 锻炼自己的聆听能力 去学这样子 后来现在就好很多了 所以也有去上个课 哪个教练的证照吗 对对对 教练是更早 但是就是光聆听本身 也有很多的心法 需要去突破 就是其实要经过 你刚刚讲那个盘点 自己所有能力 跟不足的过程 你才会知道说 那你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对 只是那个比例原则 因为像有些人 会特别过度的 被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这个念头绑架 然后就很没自信 或者是很怨声载道 所以比例 我觉得还是要有三分之二 或者是所谓的七八成 是走在自己擅长的道路上 那你只要再补 两三成的这种新的功力 那你整体的感觉 还是会觉得自己还不错 是做得来这份工作的 而不会一直觉得自己 很捉襟见肘 然后很吃力这样子 这样子你在转移的过程 可能会比较容易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 在学习上 好像有很多挫折 对对对对 而不会因为好像 离开了所谓的 正常人想象的职场 然后就会过于的 觉得自己是不是 没有社会地位啦 没有社会价值啦 就会过于自我鞭打这样 其实回到刚刚我们讲说 在职场上有一些压力 跟疲惫累积这件事情嘛 你给大家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可以找到张力 而不是压力的话 其实你接下来的路 会走得比较顺遂一些 所以要先找到自己的内在目标 是不是 是 那可是我们有时候 就算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 还是会觉得累 就是那种体力上的累 这件事情要怎么去 有没有什么一些方式 比如说时间管理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件事情 时间管理真的是 不管你20岁或30岁或60岁 都要面对的课题啦 所以我在我的第一本书 跟第二本书 都各自有讲了一个 所谓时间管理的方法 我觉得很受用 不管是我在管30个人的时候 或是我在管300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我现在是自己做事嘛 然后我也是觉得 它非常的堪用 那我鼓励大家去看一下 那个做法 大概可以分两个面向 一个叫做短期解法 一个叫长期解法 那种疲累感 短期解法我觉得叫做物理解 物理解就是睡觉啊 按摩啊 然后就是吃吃喝喝喝啊 那就会得到短期的放松效果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物理解 也不要小看物理解就是 你有时候连续10天20天 没休息或没睡好 你就是会累到一个 什么事都不想干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物理解也是很重要的 可是中长期的解 我叫做化学解法 真的它这样才能够产生一些 值得变化的是学习 就是学然后知不足 而且学了之后 就是学要创造出一种东西 禁得了我的身体 禁得了我的脑袋的场域嘛 对不对 这个是学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叫习 很多人小看了习这件事情 或做不到习这件事情 因为习有点难 它需要纪律对吧 可是你学的东西 没有透过练习 去知道自己是否 真的掌握了学的那个东西的话 就白搭 就会好像 只是看过了一场 这个很好看的电影 或是看了一本好书 你没透过习这个动作 去把它练出来的话 那只是停留在脑袋 而不是这个能力 不会为你所用 因为你其实没有掌握这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长期节 就是学习 让自己浸泡在一些新的领域中 那因为浸泡在那些新的刺激里面 我自己觉得动能 就比较容易维持 而不会觉得我的日子 怎么都是一成不变啊 或者是觉得说 这些我好像都会了啊 就是有点那种闷闷的感觉 那崔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像你自己为例好了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 比较印象深刻的学习经验 在你还在一边上班 一边为生活打拼的同时 哦太多啦 我上过的课太多了 但是影响我很深刻的 我自己大概从三十 我想一下三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决定说 我下半场想要过一点 不一样的日子了嘛 可是因为我们毕竟上有老 下有小 不会那么冲动的就辞职 所以还是在想一下说 我要为自己展什么样的能力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做 很大量的学习 我就想说 好每年我都想要做一个 比较大的主题的学习 比如说不是那种什么 一场工作坊 一个周末的这种 而是它会有个持续 三到六个月的学习 因为它才会有习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我的教练啊 或是我去学NLP啊 或者是我上了一个叫三阶段的课程 大概都是三十五岁以后 到四十出头岁 就是每年一直会学这些 有的没的 我这样子大量学习了 大概好像六七年之后 有一天本来一套一套的东西嘛 就是NLP是NLP 教练是教练 然后什么 就一套一套的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人都恶脉打通 它突然有 你大脑当中的神经连接在一起了 对 它突然有揉在一起的感觉了 然后就是因为揉在一起之后 我就突然开窍 觉得说 哦好 我觉得我很有feel了 我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从职场上离开 然后就开始做现在 我全职在做的事情 所以在学习这件事情上 Tressyn你给大家的建议是说 它可能还是要有一些 比较明确的主题 然后要有一些系统性是不是 是 因为我真的也看过很多人 他们就是也有很旺盛的求知欲 然后就什么主题都学 可是就会散散的 力量没有办法被集中 我觉得啦 可是那你要想学什么就回到 那你想要什么 然后再治愈你的想要 看缺什么之后 去补那一块 而不是什么都好 什么都学 就会 时间跟金钱的投入都会是一种 就不够有效 可能我很强调有效性啦 对我比较目标导 像也许有人就是很喜欢 东学一点 他这样也很满足 对啦 我也没有要批判 所以我只是觉得说 我是比较有系统 有目标性的学习 对我来讲比较好 可是你那时候在做这些学习的时候 其实你都还在职场上 对 所以其实你工作很忙 很忙 所以其实因为会做这些学习 都是你知道作业很多 所以我真的是一边就是在职场上很操 然后一边就是周末或晚上 都还要做这些所谓的作业 才能够拿到症状或者是 可是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 因为这是自己为自己决定的目标 跟选择的生活方式 所以在这么累的那个过程很甘愿 甚至是白天假设我公司忙到 可能10点11点才回家 其实就是精神上已经很累 可是还是会想要 就是拿出一个讲义 然后翻两页都觉得好满足 所以我自己够了解自己就是这样 就是说我自己有意识到 当我觉得很累的时候 对我最有效的不是去睡觉或休息 对我最有效的平衡感是 做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全然的什么都不做 我自己发现的这件事 所以这个也回归到说 我们有一个问题是 有一些到50岁这个年纪的读者 也会觉得说他工作很久了 没有新的想法了 没有自信了 那遇到了一些工作上的瓶颈 想说也不用解决了 因为快退休了 所以你的建议也是说 就是去大量的学习吗 我其实真心觉得是就是面对他 不知道什么处理他 放下他 类似这样子的 就说我始终相信 有一些我们人生的课题 是需要去学习的 那如果你在职场上 这个已经超过二三十年的 这种这个领域呢 你学不会某个 你这一生就应该要 学会的课题的 或面对处理的课题的话 那你即便退休后 可能说不定日子老天爷还是会 再安排一个给你 对 那你能怎么样退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人生下班吗 也没办法 你还是得要去 就是面对他 那所以就是 学然后之不足嘛 我自己没办法处理 所以我就去学怎么处理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 这是很合逻辑的一种 进行方式 逃避是没什么用的 就是你也知道那件事情在那里啊 比如说你是因为沟通有问题 你觉得人际互动带给很大的压力 你就退下来好了 你从A公司到B公司 B公司到C公司 好你从职场上退下来 难道你跟你的亲密关系 就不用互动吗 不可能啊 我有听过一个例子是说 退休之后去参加志工 参加一些团体 然后又遇到人的问题 真的 我也是听过很多耶 我想说大家都是去发善心 为什么只要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还是有人记忆的议题 所以其实你在职场上 没有解决的问题 如果没有去面对的话 他最后还是会用别的形式 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真的 我举个例 像我是为了工作 人生下半场的主题 我想要做这种教练啊 顾问讲师这些 我就去学了深化我的教练 或聆听嘛 对吧 但是回过头来 他也对我的亲子教养 就是我跟我孩子的互动 有很大的加分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嘛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 都是互相影响的 那Tracy你觉得说 像你自己这个工作啊 你有想过可以做到几岁吗 我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有开教练学校嘛 就是想要拿教练证照的人 我这边是可以去做 那个学习的实术这样 然后有一次班上就有个学员问我说 Tracy Tracy 那你觉得这个教练 你会做到几岁这样 我说我觉得我应该 会做到死为止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我 我想说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想要什么所谓 退这件事 除非我没有体力 然后我有一次还跟他们讲说 我觉得我最完美的死法呢 是就有一天我在做教练 然后呢 做一做做做之后 我就突然可能就就死了这样 然后我自己觉得 这真的是很美好的死法 就是我正在做 这种很享受的事情 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同学 约门就说 哎呀老师那上 你有想过 被你死在面前的那个人 他心里会遭受多大打击吗 对你当事来说 是在做有益的事情 对面的人会觉得好可怕 对啊我吓死吧 对啊我说好了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很享受这件事情 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工作 他就跟个什么运动 或者是种花一样 对我来讲 所以我就会觉得 他会是我可以一直 持续做的事情 如果有人 只要有人我觉得 我对他们的个人 或是组织是有办法 帮上忙的 我都会愿意一直做下去 这样 所以对你来说工作 他比较像是 你做一件你觉得有意义 而且能帮上忙的事情 并且有人付金髓给你 对啊 而且他真的就是个 持续的自我实现 他真的 对我来讲真的 不只是工作 所以 崔玺你自己觉得说 工作他这件事情 真的是 可以让人家觉得快乐 而不会像以前 大家觉得说 你要工作一辈 就是一个好可怜 或者是说 很不幸的事情 对 我觉得他比较像水彩 而不是油画 就是 他是可以揉在一起的 不是一个色一个色 叠上去 这样 他是可以揉在一起的 不是说你有工作 就没有生活 对 这两件事情你可以把它揉合在一起 是工作就应该要苦哈哈 然后放松的时候 就是生活的时候 就只能放松 什么事都不能做 不能有积极性的目标 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各种揉合 这样 你可以有一个 让你非常享受的 一件事情 并且带给你收入 又是工作又是生活 是 真的 那当然我可能 也许有一点幸存者偏差 哈哈哈哈 因为你刚好是一个 很乐在工作的人 对啊 我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所以我 我也找到 可是这就回到我 我记得我第一本书 有讲一个观念 就是那个end 我就是我整个人生 就是在实现 end 因为我 我选择相信这件事情 是可能的 我就会去找end 就是我可以工作跟生活 结合在一起 且都享受快乐 我选择相信这件事情 会发生 是可能的 那我的行动就会跟上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 就觉得不可能 你就是不可能 有工作跟生活都 开心的时刻 你就不会去创造出解方 那当然就得不到啊 今天非常谢谢 崔喜的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 今天这一集节目 欢迎到 Apple Podcast首页 留下你的想法 或者也可以上 50佳的官网赞助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